電視呢 劉沙騙電視 低著頭用手遮臉 富人被袁警帶入警局 原來她就是 盜領投獎的靈性女子 有參與這次活動的選手 跑來跟我們大會 管理說 這個不是她當事人 當事人應該是 國小一年級 苗栗竹南政公所 9號舉辦路跑活動 沒想到卻被踢爆 投獎遭人盜領 7歲小妹妹 秒變中年大嬸 當時手拿獎狀 開心留下紀念照 林姓富人領獎時 還大言不慘 說自己就是黃小妹 頒完獎後 卻被踢爆時盜領 但讓人匪夷所思的事 主辦單位追查 發現黃小妹妹 只有報名 根本沒參賽 而且部分證明 和抽獎券 通通不見了 消息傳出 警方立刻介入追查 但這時富人 卻悄悄將獎品送回 32寸的 益金電視 連箱子都沒拆 富人委託有人 緣縫不動歸還投獎 但抽獎券不翼而非 難道富人 是盜領集團的成員 沒有人在保管之後 他就把他撿起來 我們現在初不了解是說 他拿了十幾張 那沒有種的這些東西 他說他帶回去台北 丟掉了 原來富人網路 報名路跑失敗 決定當天到現場報名 看到一旁的摸彩券 卻一時起了歹念 後來看到媒體報導 覺得羞愧才趕緊歸還電視 但儘管如此 他恐怕還是得承擔 後續的法律責任 這也彭志明 苗栗報導